众所周知,我国古时候是一个封建社会,在我国古时候各个方面都是特别的落后,而且人们的思想也都特别的封建和迷信。 在我国古时候,古人们是没有什么娱乐设施所去项目时光的,并不像我们现在能够有KTV或者是酒吧可以去玩,甚至也没有手机来项目时光。 这里是五味斋,我是小燕,虽然在我国古时候没有那么多先进的设备,同时也没有高科技的一些物品,但是却有一个地方可以去进行游玩,而且也都是人们用来打发时间,这个地方就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青楼。 相信许多看古装剧的小伙伴们,对于青楼这个场所都是特别熟悉。 青楼是我国古时候最大的一个娱乐场所,而且在这里面还有着各种各样的服务,像这个娱乐场所,是许多有钱人和文人默克都特别喜欢去的一个场所,他们可以在这里吟诗作对,同时也可以在这里去打发自己的时间。 但是或许许多人都不知道,古代的青楼作为古时候最大的娱乐场所,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随便进入,比如说穷人他们就去不了如此高档的场所,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个经济能力。 那么去一趟青楼要花费多少钱? 是如今多少人民币? 今天我就来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,我们一提起青楼,大家都是特别厌恶的一种状态,因为大家都觉得古时候的青楼就是那种烟花之地,而且在里面的人都是一些特别不正经的人。 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,像那些真正高级的青楼,是很少有那些不正经的人所存在的。 而青楼中的女子也罢都是凭借着自己的一技之长来赚取一定的钱财,是只卖一不卖身的。 而青楼中的女子,有的人唱歌特别好,有的人跳舞或者是弹琴比较好。 这些女子大部分都在小时候就进入到了青楼中,然后青楼的老板娘就会教给这些女子各种技能。 但是最为重要的是,这些女子必须要有着非常出众的容貌,再次就是要有着自己的一技之长。 这些女子可以说都是青楼中的招牌,常常会吸引众多达官富人,而且也有着非常高的收费,并且有的时候即便是有钱人也很难见到。 也正是因为有着非常贵的收费,所以说进入青楼中的客人大都是一些比较优质的,大部分都是那些达官贵人。 像那些贫穷的百姓是不会进入这种地方的,因为这些穷人连解决自己的温饱都特别的难,又怎么可能会有闲起来这种高档的地方做消费呢? 而且青楼中的客人大部分都是为了来打发时间的,而穷人每天都干的一些特别劳累的工作。 当回到家,吃完饭之后都会倒头就睡,所以说根本就不会来打发自己闲暇的时间,之所以不会打发自己的闲暇时间,是因为这些穷人每天都在为了生活而奔波,是根本就没有闲暇的时间的。 在青楼中也经常会出现一致千金的状况,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看在青楼中一般都要消费多少钱。 在青楼中的消费状况是根据不同的朝代有所不同的,比如说在我国宋朝时期,宋朝时期是我国文人默客最多的一个朝代, 而在这段时期的青楼,大部分都会对每一位所前来的顾客收取一些花茶费,这一费用是最为基本的费用,同时也没有一个固定的价格,不同的人所收取的价格也是不同的。 除了要收取这一费用之外,来青楼中的人大部分都是会吃饭喝酒的。 而这些钱都会另外进行收取,大部分都是几贯钱,那么这几贯钱要是折合成人民币会有多少呢? 一贯钱就相当于是一千文,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两银子,这一两银子在我们现在折合成人民币会在一千五百元左右。 就是说,如果去一趟青楼,什么都不做,只是稍微吃点东西,喝一点酒,而且也会收取花茶费,就需要一千五百元左右。 如果还想要一些其他的服务,比如说让青楼中的女子来表演自己的才艺,那么没有一万块钱是不行的。 因为在我国古时候,青楼中的平常女子出厂费大部分都是在一两银子,更别说那些花魁之类的人物了,其收取的费用也是更加的昂贵的。 我们在观看影视剧的时候,常常会看到一些人会去为青楼中的花魁所赎身,而赎身的费用大部分都是在三千二百白银左右,折合成现如今的人民币是超过了百万元。 相信看完我的介绍之后,大家也应该知道,在我国古时候,那些书生去为青楼中的女子所赎身的故事是比较不真实的了。 因为毕竟是影视剧,是我为了能够赚取收视率,而自己所编造的一些故事情节。 而且这么多的钱,除非那些特别有钱人才能够拿出来,像普通人是没有办法所拿出来的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